咱们继续开书 领兵进军缅甸的大帅明锐啊 最初的想法是兵分三路 并且这兵分三路这种策略 乾隆皇帝也是认可批准了的 那为什么后来却兵分两路了呢 那是因为这明锐觉得呀 这我军的兵力和这个缅甸一方啊 还是有相对差距的 所以这明锐才决定 不能把兵力过于分散 这样三队大军进攻缅甸就改成了两队 一路由明锐以及随军参赞大臣 观音宝带领走穆邦 攻西部兵发缅甸首都阿瓦城 另外一路由俄尔景俄与提督谭武格率领 又配给了一位绿营的总兵叫王玉婷 一路啊由扎房以南 经蒙古蒙卜攻下老官屯威据点 最后在这个阿瓦城与明锐军会师 哎不知道您呢 在咱们的这个书馆里听故事 听出点端倪没有 这北陆军呢 领军的统帅一会儿呢 叫俄尔景俄 一会儿叫俄勒东俄 这是怎么回事啊 哎这就是咱们埋的扣子 就是想留到今天再聊 刚一出征的时候 这领兵大帅呀 确实是俄尔景俄 不过后来呢 这俄尔景俄呀 他病了 病得一天比一天严重 这华尔老爷子不知道啊 是什么原因 可能是过于信任这个家族吧 咱们书中代言呀 这俄尔景俄是什么家族啊 是挥发那拉市 和这个乾隆皇爷的季后那拉市啊 是一家子 可是呢 他们到底呀 是同性各宗啊 还是确实是同宗的亲戚 这个我在资料上没有查到 因为咱们都知道 这季后那拉市得罪了乾隆皇帝 至于这位皇后埋在哪啊 都是因为后来考古发学 才得到了佐证 在文献上都显有记录 这俄尔景俄兄弟呀 在这个清免战争当中 也犯了错了 并且呀 被乾隆皇帝治了大罪 俄尔景俄在清免战争当中病倒了 这是乾隆32年年底的事 那至于得的什么病呢 史料不及被宰 我想得的也就是啊 关于燕障的病 瘧疾呀 利己呀 之类的 他病倒了呀 按说这乾隆皇帝就应该寻一个 织兵善战的主接地他的职务 其实啊 最理想的主啊 就是谭武阁 因为在北陆军当中 这谭武阁是副职 主将病倒啊 这副将盯上 首先呢 他对这支部队啊 上下都比较熟悉 其次副帅呀 在军中的威望 仅次于主帅 领导起营中 将变 以及这些士兵来 也就不费什么劲 可是这回啊 咱们得骂一句 这个乾隆皇帝了 这回真是皇老爷子呀 朱油蒙心 吃屎迷眼了 他竟然选中了 俄尔景哥的兄弟 就是咱们在书馆里呀 后来经常提到的 和谭武阁搭伙的 新北陆军主帅 俄勒登哥 这个俄勒登哥呀 在支兵用兵上 有没有什么 自己的真本事啊 这还在其次 关键是 这孙子是个怕死鬼 让他带着九千兵 去打老关屯呢 他还没到老关屯呢 就被这个勉军 缠住了腿 于是只好兵撤之汗他 他觉得这个地儿啊 是个休养的好地方 因为离木帮不远 他想啊 这木帮那儿啊 还有五千兵呢 咱们前面也说过 明锐把木帮拿下来之后啊 在那儿留了五千兵 命这个武将 朱鲁那留守 把这个木帮老城啊 就设为了两路 清军的补给之地 从这儿呢 还留了文官 杨重英 郭鹏冲 陈元镇 管理应务良响 所以这会儿的俄罗登科呀 起了非智 他鸡贼劲来了 他觉着住在木帮附近呢 是又有这五千人增援 还有梁有响 他可就在这儿啊 炸下去了 就没想再奔老关屯方向进军 这会儿的明锐啊 还傻袍子似的 一头都往前冲 他就怕呀 这北路军 孤军深入 没人接应 实际上这北路军呢 这会儿啊 基本上还在国经线上徘徊呢 这明锐他兵少啊 顾前顾不了后 于是这缅甸啊 派出一支骑兵 绕过了明锐的主力 没费什么劲啊 把明锐夺得的西伯 以及木帮 通通的又收回了缅帝 哎 这些地方啊 又被这缅甸人占领了 攻打木帮老城啊 就在乾隆三十三年的 正月十八 守将参赞大臣朱鲁纳 被贼围困重伤 最后自尽身亡 这五千清兵啊 是死的死 逃的逃 那么说 这儿不是还有文官的吗 对了 是留了三个文官 两个呀 是戴罪半差 一个呢 是隔了职的同志陈渊镇 还有一个是大理知府郭鹏冲 明锐走的时候 给他们二人的任务 一个管印 一个管钱粮 这管印的陈渊镇呢 要说呀 还真是尽知尽责 把这个大印呢 往小包袱里一放 背在背上 跑了 大理知府郭鹏冲 管钱粮 这钱呢 也拿不走 粮也拿不走 因为这小包袱里 他装不下多少 所以呀 一咬牙一瞪眼 干脆去你地 爱谁谁 爱怎怎 自己空师一个人 找了匹马 也颠了 还有一个人是谁呀 随军的监军 杨重英 他呀 比这俩人官大 他不敢走 那么说这杨重英 是因为尽职尽责的 不敢走吗 也不是 他呀 虽然不是罪臣 但是他可是罪臣之子 他爹呀 就是上任总督 杨应居 获了欺君之罪 已然被乾隆皇帝呀 在避暑山庄赐死了 他也想啊 是豁出去了 顶着一个罪臣之子的名头 城破以后 夹着尾巴往回跑 跑回去也是一个死 自己死不要紧呢 哎 搞不好还连累了家人 就像他爸爸一获罪呀 还连累了他凶的一样 那你不敢跑 你倒是领着人冲杀抵抗啊 也没有 结果呀 被这缅甸人就给逮住了 哎 那咱们既然讲到杨重英这儿了呢 咱们干脆没两句了 咱们把这杨重英的故事 讲完了也就得了 这杨重英啊 被缅军俘虏 先是关在木帮 后啊 转为关押到新京 您别看 那这杨重英啊 他别的本事没有 据说很有气节 这战争结束以后 这缅甸人说呀 让这杨重英啊 搬到这个缅甸的都城去居住 这杨重英说不去 我在这个新街的庙里边 待着挺好 你要不放我呀 我也不跑 据说杨重英啊 就这么仰着头 二十五年 没出这个庙门 这缅甸国王 网驳说呀 你别这样 干脆那么着吧 我呀 把我一妹子 嫁给你得了 这杨重英啊 也是不答应 后来呀 这乾隆皇帝 七十大寿 这缅甸一方呢 又紧着呀 向这个蜻蜓起河 这样才把这杨重英啊 从缅甸给送了回来 这乾隆皇帝 这会儿呢 觉得自己啊 年事已高 当时啊 对他们一家子处置的可能也偏重 就夸了这杨重英几句 说他的品格啊 和当年的苏武差不多 干脆呀 让他进京面胜吧 这会儿这杨重英啊 已经从这个缅甸回来到了云南了 听乾隆皇帝这么一说呀 个儿搂一声 一激动 死了 这乾隆皇帝 为什么说对他们一家子呀 处理的比较重 话里话外 能听出来这老头啊 好像对这杨重英 多少的有点愧疚 那是因为啊 其实清免战争结束以后啊 这双方啊 就互相释放了这个战俘 杨重英呢 就给皇上写了奏章 让这个缅甸人的地回来了 这乾隆皇帝 一看是塌起来的奏折呀 立刻就撞了 首先说你爸爸是个罪人 你在军前被俘的时候 就应该自杀殉国 臭不要脸的 你还活了 活了就活了 你还有脸问我想回家 回个屁 你呀 就在缅甸待着吧 所以说很多这个专家学者呀 都说杨重英啊 他却有苏武之嫌 要我说呀 就是苟延残喘的 在缅甸凑乎的活着 不死不逃 是个老不休而已 行了 这杨重英啊 咱们聊完了 咱们切着得说呀 这战场的局势了 这清军好不容易夺下的木帮老城啊 这一下子算是丢了 这会儿在后方 最高职务的是谁呀 应该就是这云南巡抚厄宁 厄宁一琢磨呢 幸亏在这木帮附近 我们还有一支九千人的生力军 于是就下了巡抚玉 给这额了登额 让他进兵啊 重新收回木帮老城 这谭武阁等重将啊 听完这个消息之后摩拳擦掌 因为啊 没能攻下老官屯 本来这些武将啊 就憋着一口气 这巡抚下狱呀 要让咱们这支队伍 去夺回木帮 可是谁哪知道啊 一直到巡抚 恶宁给这个军中下了七道帅域 让俄勒登额进军木帮 这主帅俄勒登额才下了将领 这唐武阁等人收到帅令之后 展开一看呢 傻眼了 根本就不是进攻木帮 而是撤回云南 让这明锐千尘挂肚的北路军 原来真的是啊 未曾前进一步 现在在猛龙的明锐呀 收到这个消息之后 也是没有什么办法 于是整队人马才要班师回朝 这一撤兵可不要紧 明锐将军这颗将星才要陨落于 异国他乡